上海会是半封城还是全封城 今天晚上4月1号会如期浦东解封吗 还是会跟浦西再继续封闭管理呢 自网易跟百度的新闻如下 网易新闻2 2022上海浦东什么时候解封 副官方最新通知 根据上海疫情防控办最新通知 上海浦东计划于4月1日早上5点解封 但由于当前浦东新区在对所有人员排查的时候 发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这人数较多 所以可能会延迟解封时间 但具体看官方通知和安排 不过针对浦东新区此轮核酸检测排查 为发现核酸检测阳性患者出现的小区等到 则4月1号这一天就会解封 但有阳性患者出现的 可能还会继续实施封闭管理 解封时间也只能推后 等满足以下 三个条件才能解封 条件一 近14天区域内无新增病离获 无症状感染者 条件二 区域内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 自末次暴露超过14天 核酸检测为阴性 条件三 解封前两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 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 总的来说 2022上海浦东封到4月1号凌晨 50解光 总共封闭管理5天 看完以上的报道 真的觉得很有可能 浦东是不会如期解封出来 不是半封城 实际上会变成全封城 这几天浦东朋友传出来的消息 都不是非常的优 再加上前天出门的时候 看到一个小区一个小区 陆续的被封掉 让人真的不禁了捏一把冷汗 前几期的报道当中 朋友们的投票 就是支持全封城 既然要清零 真的就是要全封城 这样的半封城 难道真的有可能清零吗 况这次的病毒传染率 这样的高 再加上它又有新的变异出来 家人们 我们一定要支持上海政府 做好清零 这里呼吁一下 各位在隔离当中的家人朋友们 你们的垃圾 不要随便的往外面丢 也会造成小区的困扰 这样自愿者的工作量会增加 在做核酸的时候 务必要保持一米的间距 戴好口罩跟酒精 记得在进家门之前 一定要消毒完毕 把你所穿的衣服 在外面晒一晒 亮一亮哦 家人们 我们要一起 做好半封城 不要全封城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